掌声有请这一队 有请 男嘉宾小孙22岁来自黑龙江 酒吧演艺工作 女嘉宾小芳21岁同样来自黑龙江 酒吧演艺工作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这个谈恋爱几年了 一年 一年多点 怎么认识的呀 打工的时候认识的 就在这个酒吧里打工是吗 对 年前是在饭店打工 这个酒吧演艺是干吗 当个小歌手 这当歌手有多久了 五个月 这个拜家是吧 说你 怎么拜的呀 他是怎么样 他就是挣一分花两分 然后挣一百想着花二百 我们俩以前的工资 一个月四千多 他都能花完 现在一个月挣一万多还是会花完 我花这些钱 不都是为了请朋友吃饭吗 这有什么了 不是 你请朋友吃饭干嘛 是当时吧 也是秦子在家里干点什么 我那时候就是通过朋友介绍 向在家开一个小的超市嘛 我没有钱 他给我拿了三千块钱 我借了四五个朋友 我才借了将近两万块钱嘛 然后最后这个超市没开成 被开成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是三个人开一家超市 完了大哥告诉我 跟这个金货商谈这个 完了跟那个平方商谈点别的生意啥的 我就所以拿着这些钱去跟人谈工作 完了把这些钱花到这个吃喝上面了 吃喝住了 那我这钱我没花到美容的地方 那还是我败家的人 超市没开起来 没开起来 三四万块钱就吃完了 那不是挺败家的吗 还欠别人钱吧 婆婆的钱还了吗 没有 他现在还在欠着钱 我跟他现在出了一年多 而且我一次都没往家里面打过钱 家里面都是农村的条件都不好 而且我还有个小弟 我出来挣钱是为了什么 就是为了补贴家里面 让父母减轻点负担 但是钱都让他败回光了 我怎么办 就是你就是个败家子知道吧 那你总说我败家子 你说你这钱我都没怎么花 你就是我就是败家子 不不这没 我听明白他委屈 他的意思是说你看我得跟人拉关系 我这钱算一投入是吧 对 他懂 除了投超市他还投过什么其他的买卖吗 还投过别的呢 还投过呢 那是什么东西我也整不懂 就是贵金属还是什么什么的 他根本就不懂 那我不懂那背后不有人懂吗 背后谁啊 我认识的好哥哥 当时他说这个东西挺赚钱 然后他说你投吧 咱们以后肯定能看着回头钱 所以我就信他了 谁在外面不是为了赚点钱呢 我也是为了以后着想 投了吗 投了 赚了吗 没有 没有 大哥怎么说 没咋说跑了 怎么认识 人家投进去闲打水漂都能听着想 你这投进去就白瞎了 连个想都没听见 那我关键是 那我不也不懂嘛 那所以说上当了 那你也不用 跟你在一起这么长时间 我一次又一次的说过你 除了都是挣钱的 尽可量的就攒着点钱 可你呢一次一次就是不听 就像咱来到唐山 来到河北的时候 在酒吧工作 人家酒吧有住的地方 自己不住 非得攘着除去住 你过的是什么生活 我除去住 谁让你不跟我除去了 我是不是当时我招你 我说咱俩除去住个房住吧 我招你 谁让你不除去了 那还怨我了 酒吧有住的地方 我感觉挺好 我为什么非得跟你除去住 还有就是你除去住可以 既然你自己住了 你就自己做着饭吃吧 你自己不做饭 然后天天除去 过着大爷的生活 今天吃火锅 明天吃牛排 你是少爷吗 你是大少爷是吧 我不也想改善一下生活 那谁不想吃呀 这小子除了喜欢吃 喜欢瞎投资之外 还有什么爱好吗 还有玩游戏 刚开支 第一个月开了一万多嘛 刚开支的时候 就捧回了一个电脑 就是为了玩游戏 我为什么要买电脑 这人都有一个爱好 我平时我就爱玩玩游戏 所以说我天天 我得上网吧玩去 那我买电脑 我不也为了节省 帮我再加班呗 对不 节省你网吧可以不去 游戏可以不玩啊 你隔三差五地玩一玩可以 但是你别背着我偷着 往里面充钱呀 买装备了 这不都是你干的事吗 那人就是爱好 那你看人家打 打台球盯就回 还有球杆人家 那我就是充点钱买点皮肤 买点妆买啥的 咋的呢 这也不乱事啊 总是会跟我挑一些歪理 知道吧 你一个月打游戏大概投多少 大概三四千吧 你一个月挣多少钱啊 挣在家的时候挣的少 现在一个月一万多 就三四千就扔进去啊 可以啊 然后再吃点火锅啥的是吧 钱够吗 不够 他的钱根本就不够 不够啊 我的钱都跟他在一起 他都给你花没 没等我花的时候 钱都已经没了 那你们俩谁管钱啊 因为钱都在卡里面 没等我知道的情况下 他就已经把钱都支出去了 你把卡的密码改了呀 密码改了要用钱的话 我肯定还得告诉他 改一次不能改两次 那你们俩把钱分开呗 你的钱是你的钱 他的钱是他的钱嘛 你们俩搭档是吗 对 因为开支的时候就一起开了 没关系 你跟老板说我们俩搭档 但是我们俩是两个人呢 你们俩分一下吧 今天 在一起都听了我们分啥呀 行了 这臭小子吃死这姑娘 家里有用钱的时候怎么办呢 这么花钱 家里面有用钱的时候 我现在真的就是拿不出钱 现在家里面就是有点是 房子想要装修嘛 因为都是农损的 父母也特别难 而且我还有个小弟弟 需要上学 对吧 然后跟他在一起 钱基本上都是让他败过的 家里面用钱我根本拿不出来 同样我跟你除了挣钱 我现在跟你在一起一年多 一分钱没往家里面拿过 你从来都没有为我想过 总想着自己花钱 自己吃喝玩乐 你们家 你让我该怎么办 你们家需要你贴补吗 不需要 不需要 不需要你贴补是吧 需要 她的家庭条件还不错是吗 家庭条件还可以 比我的家庭条件 肯定是要好一点 那你知道你的女朋友 需要这个贴补家吗 知道 那你咋不帮帮她呢 她现在根本没有办法帮 除了在家里面欠下的债 而且到了这一块 她还背着我办了一张信用卡 以前的债没还完 现在又有这个债 又多了点 办信用卡干嘛呀 就是因为她钱不够花 她还要透支啊 我真的跟你过够这种 欠钱的生活 我感觉特别累 背着债过特别累 所以你要分手是吗 对 我能改 你跟我说过很多次能改 在家来的时候就说 我到这边一定改 你改了吗 你们到河北工作 是因为她在家里 就大手大脚花钱是吗 对 她要走你怎么办呀 我不知道说啥 反正我做的这些 我也感觉我自己做的不对 今天来到这也是想挽回的 你告诉我 你在外面欠了多少钱 五万多吧 改得了吗 改得了 她这个除了这个败家之外 对你好吗 姑娘 对她好 对我还可以 你怎么对她好啊 我平时我给她买衣服了 买化妆品了 都给她买 她想吃啥我买啥 其实你的对她好就是 你对她花钱不吝啬是吧 对啊 那是人家挣的钱 人家也在挣 她想要什么 我给她买什么 除了这个呢 她关心你吗 基本上是没怎么关心 因为她天天除了和朋友 在一起吃饭 再不就是玩游戏 只能说想起你来的时候 给你买点吃的 买点吃完的 平时的时候 根本就没有时间去打理你 所以你这次来是 坚决要分手的是吧 对 是因为在生活里分不掉 是不是 放人走吧 不行 分手不行 我想挽回她 我一定 改了我这些大手大脚的毛病 以后我肯定不乱花钱了 行吧 我知道我错了 我也要改 求求你们帮帮我吧 女生说 她能改 鬼才信 我就想跑 是这意思吗 还不是 其实女生的意思 我还想信她一回 我能信吗 是这个意思吧 对 好了 你们看看怎么办吧 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聊聊你的家庭 你家那边还有什么人呀 我家那边 现在我爸妈他们现在都不在老家了 都已经出来了 家里生活条件真的很好吗 以前好 现在不好了 不好了 因为我爸以前有钱 现在就是包东西一下子赔了 赔了好几十万 现在家里还欠了好几十万是吧 家里现在还有四十多万块钱债吧 那你有没有想过 你这样的挥霍和家里的几十万 你怎么想的呀 就是我感觉做他们的儿女有点不称职 我们俩在外边也不少赚 但是都让我祸祸了 我感觉我自己心里也有愧疚 OK 对不起她的 好那我想问你两件事啊 你觉得这个钱是应该花 因为上半场我听你理直气壮地说 这钱就应该花 第二个选择是 你觉得不应该花 我控制不住 你觉得这两个是哪一个 我觉得不应该花 你是什么呢 这个认为不该花 但是控制不住 所以你的自控力和意志力出了问题 可能你从小的环境不错 养成了大手大脚 花钱这个不计其数 但是你现在家境条件变了 所以刚才我看到 你在谈到家庭的时候 是有些哽咽的 你知道是难受的 你知道这样是不对的 但是你这样自控力 你没控制好 那另外一个呢 其实这个人是什么人呢 是你女朋友吗 我女朋友 但其实我更感觉到 像妈的样的感觉 有没有这样 有 管着你 你就有一小孩 没有长大的小孩 调皮 捣蛋 控制不住 所以钱到你那里边 那自然就花没了 我对不起的 我这一点我应该知道 好 那从今以后 他赚的钱 你不要管 给他 你只管你那份钱 他挨饿了 或者没有钱了 管你要的时候 你也不给 经过这段时间的打磨以后 让他去尝一尝没有钱的苦头 这个才是让他成长的开始 因为他跟你在一块的时候呢 钱混在一起 当他钱花没的时候 你还是一颗救命稻草 所以他更加的失控 所以暂时你们俩分不分 我觉得先放一边 至少先做一件事情 把钱财先给分了 你的钱就是你的钱 他的钱就是他的钱 如果你觉得这个问题 还解决不了 那你们两个真的可能就不适合在一起 或者换句话说 这个男生 他现在还不适合谈恋爱 他还没有长大 他就一小孩 你现在当妈 你也当不了 你也没有能力当这个妈 所以我建议呢 钱先分开 感情另说 就这些 好 分不分手是在考虑 但是钱必须得现在就分开 是这意思吧 好 来 去坐 不用质疑 女孩的心智 成熟度 都会比男孩要大得多 因为女孩第一意识就提出来了 自己还有个弟弟 上学需要钱 而你呢 明明家里有了四十万的债务 你能挣个一万多块钱 其实第一意识 应该先帮家里还债 不然 反而还是去吃吃喝喝 自己玩玩乐乐 完全是自己的享受 甚至于把女朋友的钱 也当成自己的钱去花了 说好听的是你没有长大 说不好听的 你是一个极度自私的人 当然小孩想不到那么多 小孩不会为别人着想 但如果你始终 把自己当成一个小孩来说的话 小孩还不能谈恋爱呢 你知道吗 当你要跟一个女人去谈恋爱的时候 你就意味着你要是一个男人 如果一个经不到责任的男孩 你有什么资格去花人的钱呢 甚至于你都没有资格花你自己的钱 你的钱应该交给你的父母 我相信他们的债务很多也是因为你们而产生的 为你们过得更好 去做失败了 反而自己的儿子不能帮自己承担 你作为你的父母来说多么的失望 所以说以去说我们在谈你们的感情 不如说谈一个男人最起码要做到的事情 责任 有的责任的男人是可以顶天立地的 他是可以有能力去判断 说这个钱我该花还是不该花 开一个超市吃了三万多 拜托你有没有想到自己父母 你现在凭什么去花钱 好好的挣好那一万多 一万多不错 信用卡不要办了 好吗 因为信用卡就会让你产生一种假象 好像我有花完的钱 花完了我下个月再去补透支 不要很危险 好不好 好 如果你真爱这个女人 真爱你自己的家庭的话 千万不要因为钱伤害了她们 好不好 好 把这个钱小事全交出来 每个月给她发点零花钱 好吗 然后呢游戏一定要控制 可以玩游戏 但不能痴迷 玩物丧志 多跟你女朋友聊一聊 多跟家里人聊一聊 她们的困难在哪里 帮她们解决事 你就会迅速成为男人 成为男人 就有可能成为别人的丈夫 就这样 好 谢谢 谢谢曲队 你知道吧 一个女人要离开一个男人的时候 很大一种情况 不是嫌弃她无能 也不是嫌弃她没钱 而是因为跟她在一起 看不到希望 你就是一个让人看不到希望的人 当女人在决定离开之前 她一定有过很多次的 想要软下心来给你机会 是吧 对 但是你一次又一次地放弃了这样的机会 才使得她感觉幸福遥遥无期 你明白吗 明白 你是让别人伤了心 你想娶她吗 想 你拿什么娶她 什么都没有现在 什么都没有现在 对啊 你怎么可能想过娶她 如果你真的想过娶她 你手就会紧一点 对吧 起媳妇要聘礼吧 是 就再退一万步 不拿聘礼 要上门拜见她的父母吧 要让他们知道 这些年来你的女儿跟我闯荡还不错吧 请问你给她的父母送过一次礼吗 没有 你怎么可以说你想过娶她呢 你怎么可以说你有过这样的计划呢 你不可能有过嘛 她往家里没有拿过一分钱 如果你真的想娶她的话 你怎么可能不会去拜见她的父母 拎着两瓶酒 或者一点礼物 来留个好印象呢 你有吗 你没有 所以说你根本没有想过要结婚 你想过吗 你们俩我看台本上是做演艺工作的 对吧 对于一个女生来说 其实这钱挣得挺辛苦的 你花出去的时候 怎么心里都不会烙忍呢 你想过这些东西没有 如果你真的想过这些东西的话 一个女人跟着你从山村里走出来 这么些年 你没存下一分钱 也没给她父母用过一分钱 心是拔凉拔凉的 所以说她其实心里最难受的是在于这一点 看不到希望 看不到成长 所以如果你真的 你想清楚了现在 你要改对吧 改 她说了她要嫁给别的男人吗 没有 她说她现在心里有别的男人了吗 没有 所以她离开或不离开你 是没有多大关系的 她就在那 她没走 她只是不在你的身边而已 所以你能放她吗 等你把五万块钱还好了 你自己真的能够改掉这些习惯了 你再去找她 你相信她能等你吗 相信 你相信什么 那相信今天能不能不出来 给对方一个空间 给自己留一个自尊 如果真爱她 就这段时间好好改 改好了就找她 好 能吗 能 你心里没有别人对吧 其实你还是想嫁给她的对吧 只是一次又一次的丧失了希望对吗 对 你不知道可不可以相信她 但至少有一点 让她成长的唯一的方式 就是要离开 你只有离开她才会成长 如果她真的成长了 你又有那样的耐心 她回来找你 可能这一切是水到渠成的 你只要待在她身边一天 我想她大概不会成长 你们在外面这些年 其实也挺不容易的 但即便是这样 她依然是没有省下钱来 依然是没有对家庭负责任 对你负责任 所以如果为了她的成长 你真的应该暂时地离开才是 不放手是不会成长的 好吗 就这样 谢谢同类老师 谢谢 所以现实问题就出来了 又是搭档 同时又是恋人 你们估计现在分开以后 各自在找演出还挺难的 是吧 对 非常难 非常难 所以说你们俩在一起 情侣的身份容易断 搭档的身份好难 拆不掉很简单 把财物做切割 可以 就像一个正常的搭档一样 明白吗 你们可以谈好啊 谁拿四 谁拿六 还是五五分成 我可以不要 都给她 那不对 因为 凭什么呀 我欠她的 不不不我们不占这便宜 你说 同样都是演出 告诉拿字 你拿五 借人的钱给人打上借条 该怎么还怎么还 还完钱之后 你再考虑能不能跟她谈恋爱 男生 你要针对她有心 重新开始追吧 但是我们先做一个告别 对吧 我跟我自己告别 我跟过去告别 那你今天真的别出来 告别一下 然后重新追 什么时候好了 什么时候再来呗 生活的现实都得面对啊 好吗 一起进入那几天和古方红堂 真情六十秒 媳妇儿 你放心 我会从现在开始 立即改掉我的坏毛病 我从今往后 我不会再花一分钱 我不往游戏里充钱 我希望 你给我一次机会 我只能说 考虑考虑 我多了也不想说了 因为我想 用我的真实行动 再次感动你的心 我真的错了 请你原谅我 可以吗 给我一次机会吧 咱们两个 好好在一起赚钱 我真的错了 对不起 谢谢你 请回 来 请关门 看看他们的选择吧 请开门 请开门 谢谢 拿叶子 谢谢 请回 感谢 保湿护肤领先品牌 要保湿伊贝斯 唇的爱 放心爱 在伊贝斯纯精面膜 提供的奖品赞助 来 我们一起见证 属于这对年轻人的 浪漫时刻 各位请见证 咱们以后好好的吧 我一定珍惜这次机会 不会让你再过以前的日子了 我用我最大的努力 我把我的债环上 给你最好的幸福 我爱你 希望你真的可以做到你说的这些 可以 放心吧 好 亮灯吧 女生啊 女生啊 老师的话要记住啊 把钱先分割开了 谈恋归谈恋爱嘛 经济相对独立 好吗 好 男生加油啊 来 拿着 加油吧 两个人 好好为生活奋斗吧 谢谢你们 请回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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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